再来小苏果区看一下 我发现这一盆草莓也开始走进了 看到吗 这个茎已经这么大了 之前这一盆的走了一个茎出去的 又走出两个茎来了 哇 要不了多久 有好多草莓苗了 我发现这一盆给它接了之后 它那个茎还继续往前走 这一根茎走出来的话 都会走出好多盆来 所以这个草莓苗不用买太多 它会自然繁殖出好多来哦 大家看是一个西瓜藤 这个是之前移栽的时候 比较小的那个西瓜藤 大家看到没 让它往这个生菜盆里面长 哇 竟然长得这么快 真的是这个西瓜长起来还是很快的 等它稍微再长长一点 我就在它的这个前面 再放一个这个空盆带土的这一种 因为这个西瓜 西瓜苗它牵着藤过去 它的这个根会往新土里面扎 这个藤也不错了 这是最大的那一棵 最大的那一棵侧藤 你看 都开始走出去咯 哇 它全部挤在这里 挤在一块 预感今年应该是有西瓜吃哦 这是比较厚 粗苗的那一棵 还有点黄黄的哦 可能有点缺饮料 这个秋葵看到没 它有点畸形的样子 勾起来的 给它施了肥之后 这个叶子明显绿了很多